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 昨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呢,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呢,在黎巴嫩啊,他们那个BBG爆炸的事情啊,令人震惊 那么昨天呢,我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那件事情啊 那么今天早晨起来以后呢,我是准备好了啊 今天就来说说这事儿 结果呢,今天早上又听来了更加爆炸的消息啊 就是这个爆炸事件进入第二天 他们那些对讲机又炸了 我了个去啊 这个世界真的太疯狂了啊 这很显然就是这个以色列干的 全世界都认为是以色列干的啊 包括美国都应该是认为是以色列干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带领大家呢,先来了解一下昨天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来看看BBC的这个报道啊 这里面呢,如果说他没有说到的我了解的呢 我会给大家进行补充啊 在这里面啊,我有什么评论的呢 我也会插入啊 大家如果看多了我的视频呢 会发现我这个路数,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路数啊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BBC啊 关于第一天,昨天的那个报道 这个报道说啊 武装组织政治党使用的巡护机周二 几乎同时在全国范围当中剧烈爆炸 导致了黎巴嫩大约2800人受伤 却有许多人伤势严重 至少已有9人遇难 哎,他这个报道好像不太对啊 昨天我就听说有12人遇难啊 第一天的时候 然后他说啊 目前尚不清楚 这一看似高度复杂的攻击是如何发生的 尽管真主党已经将责任归咎于对手以色列 但是该国官员目前尚未作出回应 该国是指以色列啊 BBC说呢 以下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 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它是发生在当地时间啊 周二下午3点45分 地点呢 就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和该国其他多个地区 这多个地区呢 主要就是在西南和东南方向 就是在南边啊 南边呢 就是他们的邻居以色列了啊 说据目击者报告称看到烟雾从人们的口袋当中冒出 然后就听到像烟花和枪声一样的小的爆炸声 一段监控视频似乎显示一名男子在商店收音台前站着的时候 裤子口袋里面就发生了爆炸 路透社报道 初次爆炸以后 爆炸声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不久之后 不久之后众多的伤者开始涌入了黎巴嫩各地的医院 各地目击者都表示看到混乱的场面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巡护机是如何爆炸的 专家们迅速的对此次周二发生的攻击规模表示震惊 称真主党一直以其安全措施而自豪 一些人提出可能是黑客攻击导致了巡护机电池过热 从而引发了射变爆炸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这种攻击可谓是前所未有啊 但是许多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爆炸的视频与电池过热的情况并不一致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更可能的是某种供应链的攻击 即在赤造或者运输过程中 对巡护机进行了改动 供应链攻击在网络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因为最近很多高调事件 都是黑客在产品研发过程中 获得访问权限导致的 但这些攻击通常局限于软件 硬件供应链攻击则相对少见 因为它涉及对设备的实际接触 如果这确实是一次供应链攻击 将涉及一个庞大的行动 以某种方式秘密的修改巡护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英国军队弹药专家告诉BBC 这些设备可能在假电子元件当中 隐藏了10到20克的军用级高爆炸药 这位专家表示 这将通过信号引发 是一种称为字母数字短信的形式 第三个问题 受害者的信息 那么这儿呢 我先说一下 关于这个爆炸 我昨天所看到的几种猜测 那么基本上 我昨天看的呢 就是三种 或者说呢 也是两种啊 第一种呢 就是骇客 骇客从远程 通过软件来控制了传呼机这个系统啊 完了以后呢 通过软件啊 通过程序的操纵 让这个电池呢 过热啊 这是一种 这种呢 正像刚才BBC所说的 不是那么好操作 好像啊 然后呢 就来到第二种了 就是在这个供应链的过程当中被改造了 那么什么时候被改造了呢 第一种呢 就是说 被攻击者啊 暂时啊 这个政治党就认为是以色列啊 比如说以色列啊 通过对这个巡护机改造 在里面安装了这个炸弹 这个炸弹呢 是可以远程操控的 昨天我看到啊 专家就说啊 这个炸弹呢 是小型的高爆炸药啊 是在三克左右啊 刚才呢 BBC采访的专家说 10到20克啊 这是我今天刚听说的 我昨天听说的呢 就是三克左右 有的说一到三克 有的说三到五克啊 然后呢 通过遥控来使它爆炸 但是啊 珍珠党啊 他们自己对那些煤炸的BB机进行了研究 他们就发现这个BB机的电池周围放了一些这个小钢珠 从这个小钢珠来分析呢 它应该起一个什么作用啊 应该是啊 先让这个BB机啊 炸药爆炸 然后呢 让电池爆炸 电池爆炸会带动了小钢珠爆炸 这小钢珠的目的呢 是增加它的爆炸威力 提高它的伤害以及死亡率啊 这个不难理解啊 那么昨天的这个BB机呢 首先从BB机上来看啊 它的品牌啊 是台湾的品牌 是叫金阿波罗的一个品牌啊 立刻呢 台湾方面就发声明了 说这个BB机的品牌呢 是我们的是没错啊 但是这个BB机从设计到制造到销售啊什么的 这一概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是授权了匈牙利的一个公司来生产的 那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匈牙利的公司啊 那么立刻就有记者啊 就去访问了匈牙利的这个公司啊 匈牙利的公司呢 它注册的地址啊 记者去看的时候呢 那是没有人了 是一个居民楼啊 在它的门上面呢 贴了一张纸 这个纸上写的呢 这个公司好像是一个 商业顾问公司啊 然后呢 顺着这个公司来查 它这个注册信息 它的这个注册人啊 法人是一个女士啊 然后又查这位女士 在linkin上面的信息呢 她也是啊 她的生意呢 主要就是商业顾问啊 并没有说生产什么BB机啊 那么据我所知啊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匈牙利 这个厂家啊 是怎么回事 人们现在呢 是找不着他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BBC掌握不掌握 这方面的信息 然后BBC又说 这个受害者的信息 是什么情况啊 说一位接近 珍珠党的消息人士 告诉法新社啊 遇难者当中 有两人是两名 珍珠党议员的儿子 他们还表示 一名珍珠党成员的 女儿遇害 受伤者当中 就包括伊朗 驻黎巴嫩大使 亚曼尼 伊朗媒体 称他的伤势较轻啊 今天早上呢 我就听说了啊 这个伊朗方面辟谣啊 说他的大使啊 失去了一只眼睛啊 伤势较重 说这都是谣言啊 伊朗的大使呢 他伤势较轻 因为呢 他不是直接佩戴BB机 而爆炸 是他和有这个BB机的人 爆炸之后 他被波及了 所以呢 他的伤势是比较轻的 骆驼社呢 引述信息员说 珍珠党领导人哈桑 纳斯鲁拉 在爆炸当中 未受伤啊 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 接受BBC的采访时说 大多数的伤者 似乎受伤于面部 特别是眼睛 还有手部 部分患者有节肢情况 有的是手 有的是手指 部分人则伤及侧腹 因为他一般的来说呢 他是挂在腰间 对不对 那他一扎着伤及你的腰和腹部啊 即便你放在口袋里面 那么你伤害的也是腹部 那如果拿在手里面的话 那就伤的就是手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在当时 在对着眼睛在看的话 那就伤及眼睛了 他是这样的 然后他又补充说啊 绝大多数前来急救室的人 穿着便衣 所以很难判断 他们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团体 比如珍珠党或其他的团体 但我们看到其中有的老年人 也有的很年轻 比如不幸遇难的孩子 而且有一些人是医疗工作者 我看了一个照片啊 他是一个人 他们家里面 一个小沙发旁边 一个茶几啊 很显然 那个BB机是放在茶几上面 炸了以后 那墙都黑了呀 那个碎片呢 就到处都是 沙发的都是啊 你想想看 当时如果一个人 坐在那个沙发上的话呢 那么这个爆炸之后 就会伤及坐在沙发上 那么有可能伤及这个大脑 对不对 那墙都黑了 炸到人身上 那还能清得了啊 然后BBC说啊 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 观察组织称 邻国叙利亚也发生了类似的爆炸 造成了14人受伤啊 那么这个呢 我再查一下哈 它是怎么回事啊 据珍珠党就是说哈 它是在去年的时候啊 这个黎巴嫩珍珠党就是说哈 我们为了防止以色列啊 能够监听或者是遥控 或者黑入我们的这个手机啊 我们决定就不使用手机 我们使用BB机 这是一个公开的信息 之后呢 他们在纪念年初的时候呢 就采购了这个BB机啊 那么这些个BB机呢 他离开厂商啊 下单以后离开厂商呢 是在两三个月之前啊 如果说哈 这个爆炸是由离开厂家以后 进行改造而达到的一个目的的话 那么有时间来进行改造吗 据黎巴嫩方面透露啊 是有时间的 因为啊 黎巴嫩他们是受到制裁的啊 他们进口的东西呢 都有一个特殊的清官程序啊 一般的来说在清官之前呢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啊 那么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呢 这个攻击方啊 就有机可乘 现在初步攻击呢 就是在等待清官的这两三个月时间当中 就被以色列给下手了 他是这么回事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谁该为此负责 说截止到目前 没有人声明对此事件负责 黎巴嫩总理和震主党 均将责任归咎为以色列 总理米卡提表示 爆炸事件严重侵犯了黎巴嫩主权 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 都是一种犯罪 真主党在声明当中指责以色列 是此次攻击的幕后黑手 并表示该国对此次针对平民的犯罪行为 负有全部责任 该国就是指这个以色列了啊 声明说 这个奸诈而犯罪的敌人 肯定会因为这种罪恶的侵略 受到应有的惩罚 无论其是否期望恶暴发生 以色列官员尚未对这些指控发表评论 但大多数的分析人士都认为 以色列很可能是此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就全世界都这么认为啊 就跟那北溪管道爆炸一样啊 全世界都认为这就是美国干的啊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西蒙马邦告诉BBC 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使用技术追踪目标的先例 他说这次袭击的规模史无前例啊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哈提博表示 此次袭击表明以色列已经深度渗透了 珍珠党的通讯网络 然后说呢 珍珠党为什么要使用巡护机呢 说珍珠党高度依赖巡护机啊 试图用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讯手段 来避免以色列的位置追踪 巡护机是一种无线电信设备 可接受和显示字母数字或语音信息 手机早已被抛弃 因为太容易受到攻击 早在1996年 以色列就在暗杀哈马斯炸弹制造者 叶海亚阿亚什时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叶海亚的手机在他手中爆炸 但是一名珍珠党特工告诉美联社 这次发生爆炸的巡护机 是该组织以前没有使用过的新品牌 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师哈丁表示 这次安全漏洞让珍珠党深感尴尬 他说如此大规模的入侵 不仅会造成身体伤害 还会让他们质疑整个安全网络 我希望他们进行深入的内部调查 以转移他们对以色列潜在战争的注意力 好这是昨天BBC的这个报道 那么昨天我还注意到美国方面的反应 美国方面说这件事情哈 第一我们没有介入 第二我们不知情 但是今天早晨呢 我看到报道说哈 美国方面承认 说以色列啊通知了他们 说最近呢会做一件事情啊 但是没有说具体做什么 我就很怀疑啊 就说哈交流的双方啊 有人主动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这个被告知的一方 是不是还会问问题啊 是不是说你要干什么 对不对 不会问你要干什么吗 他是没说 他第一句话是没说啊 但是你要问他 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他还不说吗 对不对 所以呢 美国这句话啊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半遮半眼的 实际上能让人猜出来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 今天发生了什么 哎呦我去啊 今天BBC呢又报道了 黎巴嫩共产党对讲机爆炸 大规模的无线电通讯设备爆炸在线 至20人死 450人伤啊 简直要了命了啊 BBC在四个小时之前 报道说 黎巴嫩的卫生部表示 发生在该国的第二波 无线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50多人受伤 武装组织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 在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贝卡古地和黎巴嫩南部爆炸 这些地区被视为真主党的据点 部分爆炸发生在为周二船户机爆炸事件中死亡的 12名真主党成员当中的几位举行的葬礼期间 真主党将周二的爆炸 袭击归咎于以色列 以色列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以色列就不言喻了 袭击发生在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宣布 战争进入新阶段之时 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师被重新部署到了北部 就是准备人家报复 人家肯定得报复呀 然后联合国的秘书长伍特雷斯就警告说 局势急剧升级的风险很大 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我看到在网上 就是凤凰卫视的记者 在黎巴嫩采访街头的民众 在伊朗采访街头的民众 这些民众都相当的气愤 觉得应该是报复 绝不能容忍以色列的这种恐怖行为 这就是恐怖袭击 无差别的袭击就是恐怖袭击 而且这些民众表示说 说这些穆斯林 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应该团结起来 你像这个以色列他这么做 真的是 以色列你生活在被阿拉伯 穆斯林包围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就这么干啊 你的日子还咋过呀 对不对 说古特雷斯说 很显然引爆所有这些装置背后的逻辑 是意图将这个作为重大军事行动前的 先发制人的打击 以色列哈马斯在加勒地带 已经长达11个月的跨境战争之后 人们已经开始担心爆发全面的冲突 周三的爆炸发生数小时以后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誓言啊 要让数万名来自该国北部的流离失守者 安全的返回家园 他说的是什么呢 这该国就指以色列啊 就是说他和这个黎巴嫩啊 发生冲突以后啊 他们两个国家的边境就是 以色列的北部 黎巴嫩的南部啊 那么以色列北部有一些人呢 就离开家园啊 到现在为止呢 差不多快一年了 这些人非常气愤啊 不能回家是非常气愤 对内坦尼亚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现在呢 周三啊 这个内坦尼亚胡 他不回应这个爆炸 但是呢 他表示说啊 一定会让这数万名的这些人啊 安全的回家 然后咱们再说 今天发生的这个爆炸啊 他是怎么回事 说周三 珍珠党媒体办公室宣布啊 第二波爆炸以来 该组织已经有13名战士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男孩啊 说真正党还表示说啊 当天就已经瞄准了边境附近 和占领格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 向以色列炮兵阵地发射了火箭弹啊 以色列军方的表示呢 周三月有30枚的炮弹 从里巴嫩的边境而来 发生了火灾 但无人死伤 我们还是说他周三这个爆炸 周三这个爆炸呢 现在啊 据我所知呢 我看到啊 这个报道啊 中国的媒体啊 澎湃新闻报道啊 这个对讲机呢 就不是台湾的产品了 这次的产品呢 这个对讲机的产品呢 是日本的产品 就关于巡护机对讲机 如何被引爆呢 目前说法不一样 一种说法就认为 爆炸部件是制造或供应过程当中 被植入设备的 也有一种说法称呢 操控者通过网络攻击导致了设备电池过热而爆炸 这两种说法呢 都是关于电池啊 就没有说是这里面有炸弹 说黎巴嫩政治党所使用的巡护机和对讲机啊 都是同一个时期采购于海外企业的 黎巴嫩的安全部门官员说 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啊 在这批巡护机的生产层面就实施了改装 在里面植入的炸弹 用扫描仪或者其他设备都非常难以探测 另一名消息人士称呢 这些新购的巡护机内藏炸药质多三克 政治党人员几个月来毫无察觉啊 现在我看到哈 他们黎巴嫩这些人就拿那个巡护机啊 还有对讲机啊 现在就把电池都抠出来 只要你把电池抠出来啊 然后呢就没有爆炸的危险啊 看来他还是通过无线电系统啊 遥控啊进行的这个爆炸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 现在是莫中于事啊 但是呢我就想说啊 他们黎巴嫩人啊 实际上是脑子挺大条 或者是不太好使啊 那你昨天发生了巡护机的那个爆炸 你就得想啊 和巡护机类似的这个设备 这个对讲机 咱们就不知道他们用什么 对吧 但是他自己他得知道啊 你不想说这个对讲机 它是也有隐患啊 你还不对啊 对讲机赶紧就不用了 把电池抠出来对不对 有一些人比较聪明就抠出来了 我感觉他们的阿拉伯人啊 他们头脑好像比较简单啊 不是那么的聪明啊 他想问题啊比较简单 不长远 不是发散型的这个思维啊 你就从啊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富有石油对吧 他们那么富啊 他们就享受生活去了啊 然后呢和美国和西方啊 啊关系都好 因为他富啊 别人都拍大马屁啊 尤其美国啊 原来也用石油啊 用石油挂钩美元啊 什么的啊 都跟中东关系挺好 他们还觉得他们挺牛串 对不对 然后你就不聚安思危吗 你有这么多钱 利用这些钱 你得发展你自己啊 你得想哪一天 如果你没有石油的话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或者说你的石油呢 就是别人不用了 你怎么办呢 或者说美国制裁 就不让你那什么 你怎么办呢 你不得想想 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吗 你不得发展你的工业吗 就算是说啊你懒 对吧 我就不想干活啊 现在中东都是那样的 他那干活的啊 都是来自于南亚 以及东南亚的那些人 你知道吗 他们这些人是不干活的 头上底块布啊 世界我最富啊 就享受生活啊 开豪车呀 吃豪餐呀 用奢侈品啊 什么的 你知道吗 就享受生活 那么你要不要一干活的话 你是不是说 你可以用你的大脑啊 你的学校里面 是不是应该大力的发展科技啊 培养科技人才啊 在科技方面啊 我有点拿手的 对不对 发展科技啊 但是那也没有啊 一天到晚就享受生活 你知道现在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中东的这些人啊 真的是 他们也不咋行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